主爱的弟兄姐妹 祝你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马尔谷福音八章十一至十三节 愿耶稣的故事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候法利三人出来 开始和耶稣辩论 向他要求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 想试探他 耶稣从心里叹息说 为什么这一世代要求征兆 我实在告诉你们 必不给这世代一个征兆 他就离开他们 在上船往对岸去了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耶稣曾经教导我们 要淳朴如歌 激进如蛇 避免上当自己受了损失 淳朴如歌 师子与天主的关系 一定要在信仰内 对天主保持一颗赤子同心 激进如蛇 是指要警惕一切 会伤害到自己与天主关系的事物 在今天的圣言中 法利塞人为了试探耶稣 表面上承认耶稣可以显奇迹 实质上是要耶稣用真兆 来表明自己与天主的关系 用奇迹来证明自己是天主子 这在耶稣开始宣讲前 已经战胜了撒旦的计量 如今法利塞人又用此套路 来给耶稣设陷阱 但耶稣失破了他们的诡计 否决了他们的要求 由此 我们会想到生活中 同样会发生类似的事 有的教友会说 你的信仰不行 若你的信仰好 天主怎么会让你如此痛苦呢 或者教外人会说 你是信天主的 怎么不让你的神来帮助你 给你解决困难呢 也有的教外人会说 你是基督徒 基督徒就应当爱人 即使遇到仇人 也不能生气 应该宽恕 如果你报复我 你就不是基督徒 弟兄姐妹们 您有没有发现 这些话是在直接挑战 你与天主的关系 说这样话的人 并不相信天主 他也不相信 你与天主有好的关系 在这时 千万不要上当 让自己的信仰陷入疑惑 耶稣直接拒绝了 法利塞人的要求 并且马上离开 因为耶稣明白 这些法利塞人 根本就不相信自己 即所宣讲的一切 只是为了难为自己 而让人产生怀疑 所以 这段圣言的下文 就是耶稣提醒门徒们 要提防 法利塞人的教务 弟兄姐妹们 你和天主的关系 如何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真正的信赖天主 不需要向别人证明 特别是那些 根本不相信的 也不是诚心请教的人 我们常常发现 你用尽了浑身解数 去证明自己与天主的关系 有多好 别人也可能无动于衷 若法利塞人 愿意真正了解耶稣 那么他们必会主动的追寻 而绝不是要求 耶稣来证明自己 愿天主 祝福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